大家好 我是阿花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觉得它挺好用的 有一些好处的 但同时我也觉得它有些不好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但实际上我挺喜欢用 挺常用的一些产品 我们现在立刻开始了 我不特别分次序 随机拿上手 第一个就是这个 是一支香水 它是属于BB味 爽心粉味之类的味 很喜欢 很舒服 本身个人的体温不算很热 很多时候用香水 那个味道发挥不久 亦不是很厉害 有时有人走过来 就已经闻到它有一股很香的味 但我很多时候噴了香水 我身边的朋友都不觉得 我问他有时 你觉得我根本的香水香不香? 但他就 你又噴什么? 所以我是 我是不散发到香味的人 因为我的体温不够高 我是问姐姐 告诉我 但这支呢 就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离谱 我噴完 即我平时 可能噴完一两个钟 我都还有味 但这支真的噴完 不够一个钟 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噴过 然后我再问朋友 当然也是没有味 噴完 然后穿鞋 然后就 我想打了七八个黑痴 都是狂打 不知道为什么 我噴完它之后 我会狂打黑痴 但我又很喜欢震味 变成我都会照用 但我可能过了 最初那半个钟 然后就没有打黑痴 但一个钟后 它又没有味 所以我一定会把它放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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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来说 是一支 挺可惜的香水 那我不是每天都噴这支 因为我也有其他的香水 但是这支 也算是我今年 买这么多支香水里面 其中一支 我挺喜欢它的味道 但是就 常常打黑痴 那它是一支 保湿噴霧 一支水壮的东西 用来噴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就是这个保湿的功效 就是声称可以 帮你保湿 不要那么干 那这样 那当然它的保湿功效 不是太强 但是呢 它就有一股很香的香味 其实我是挺喜欢这支 因为我觉得 夏天 我不想塗Body Cream 但是有时候我出门口 之前我发觉 哎 好干 那我也要塗些东西 但是我又不想塗Body Cream 那我就会用它来代替 是OK的 但是呢 早上噴它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香味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出到家也觉得挺香的 如果你晚上睡觉 如果有支持噴呢 就真的太强了 它的香味是香到有点绿 如果你早上出门就没有问题了 不用焗烤 但是如果你晚上洗完澡 噴的睡觉 你会整晚都觉得 太香了 实在香到有点过 这个很流行的BB Cushion 我试过的气剪粉饼 大概有四款 到目前为止 我最喜欢 觉得最好的 我之前在韩国的面税店 机场的面税店买的 也是这样的 普通一些气剪粉饼 上面有个泡 有个镜子 我觉得它最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遮瑕度 是我试过这么多款是最好的 但是也是不够的 我的面色不太好 就是这些位置是啤 然后就是 不知道你们也见过 但是 我用这些我是不够的 我是帮不了我平衡肤色 它是帮到我 令到我面有光泽的 白了 但是我不是要这些东西 我是一个可以帮到我 均匀肤色的粉底 所以我绝对不会只用它 来当我的底妆 我会怎么用它呢 塗了一层BB Cream 加它上面 因为它做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是挺漂亮的 剔透 很光泽 那些底妆效果 我平时出家的时候 我都会把它放在我的 化妆袋里面 大一盒这个 再大一盒这个 加一点这个 把我脱妆的地方 加一点 然后再轻轻加粉饼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些干性皮肤的人 其实平时如果要补妆 要补一些粉饼 我会觉得有点厚 就是有点粉饼 我平时不太喜欢補粉 不知道大家记得 很久之前 我有说过 我很喜欢这支精华 但是没有了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 这支用到第二支了 这支是第二支 已经差不多用完了 为什么我会喜欢它呢 我觉得它的保湿效果不错 而且它真的可以做到 帮我的皮肤变得剔透了一点点 光泽了一点点 没有那么暗 但是它的香料真的挺重 我塗的时候 我开始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点怕敏感 幸好没有 到今时今日我用完两支 都是没有敏感的 可能先去counter试一下 先塗在手背上 可以自己衡量自己皮肤的肤质状 会不会容易敏感 这是一支眼线笔 是一支红色的眼线笔 我不扭出来 因为它呢 如果扭出来 它是扭进去的 我怕我扭得太出 那大家先看着 这样一点点 都挺常用的 其实我想我用了 那你当它这么长 我不知道它有多长 我当它这么长 我想我已经用了这么多 因为我也挺喜欢画这个眼妆 那个 哇这个味道真的很强 很强 我喜欢它的颜色 它是一支 啊已经斑了 嗯 太长了 我想我刚才又 对了 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它很容易断 对了 我又扭出来 哎呀心痛死了 大家先看看颜色 它是一个偏少少紫红色 好像你的红酒 那些红色 就像我今天这样 其实不是很夸张 我喜欢它的颜色 而且它也挺显色 挺不耐性的 不会容易用 缺点呢 就是 当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次也是没有问题 到我用到第三次的时候 因为那个头已经沾满了一些粉底 一些湿粉 这样 当你滑的时候 它不知为何 是会很沾眼 变成没有那么滑 没有那么容易上色 好像有些很硬的东西 去刮你的眼 就是你一直滑的时候 你会觉得 很痛啊 很硬啊 而且它不容易上色 的关系 我们需要大力一点去滑 那滑的时候 我又要这样扯着眼皮 因为它会沾着我的眼皮 就是滑的时候 它会不停地沾着我的眼皮 那我便会扯着眼皮去滑 我都很少这样按我的眼皮 我不喜欢做这个动作 我觉得会拉松眼皮之类的东西 但是这个呢 我就觉得不太好 如果要我按着眼皮滑 变成我滑两次 我也要滑一滑 滑两次也要滑一滑 如果你有看我的Facebook 又或者有看我的Instagram 的话呢 你会发觉我是经常说这支唇彩 因为这支唇彩应该是我这季里面 用得最多的唇彩 用到这样的了 这支还差不多 我用了大半支了 我相信 质地是偏向一个水性的 你看到 很滑 很水的 如果你用的时候 你想薄一点 好像很自然的话 你会很快速把它拖开 就可以做到那些 好像嘴里面滑一些 的效果 如果你想那个颜色 是厚一点的 现在流行那些红唇的 你就可以慢慢把它拖开 上两层 是要上两层的 它的好处就是 它显色 它这个颜色很漂亮 这个是2号 对 2号色 这个颜色很漂亮 这个颜色也不错 但这个颜色会成熟一点 比较常用这支 因为这个颜色 对于我来说 是比较适合 比较适合我 塗了它之后 看下会更精神 你现在看到 好像很水 但是 你塗在嘴里 它干了之后 它真的不脱 它真的不会 你平时塗一些很鲜色的唇膏 的话 你会很容易 碰到牙 或者是你喝水的时候 或者你吃饭的时候 旁边就会 中间就脱了 但是这个颜色是不会的 铺得很好 但是它的缺点 就是它会很干 刚刚塗完一小时 它仍然很好 塗了大概2个小时 嘴唇会干 然后起唇纹 我不知道可能你会脱皮 而且另一个缺点 就是它 因为它 我刚刚也说 它不容易脱 就变成你卸妆的时候 是挺难卸的 就是这样的 用来的写妆油 还是眼唇卸妆 也是挺难要做的 所以我就要看你自己怕不怕 我就 照用而已 是挺难脱的 就是要多捕幾下 所以大家要看自己 能否感觉到自己的关 很久以前我有介绍 有推介过 我自己是很喜欢用这个 眼纸毛夹 因为它可以帮我夹到一个 這是一個很小太陽花的眼睫毛 我自己的眼睫毛不是很多睫毛夾可以幫我夾起 這個是可以的 而且它很輕巧 小小的可以放在化妝袋裡面 又不會阻擋 因為我很討厭眼睫毛夾 它不是很大 但是它的形狀的時候 擦來擦去很麻煩 這個是容易收藏的 另外它有什麼不好 就是如果你本身技巧不夠的話 是很容易會夾到90度角 因為它上面這個位置是很尖的 就是 怎麼說呢 它不夠圓 很容易會夾到90度角 重複了 而且它這個尖的關係 很容易 有時候我心急化妝 可能知道我有地方要去 心急的時候 是很容易會夾斷你的眼睫毛 這件事是蠻恐怖的 心急或者你會很大力的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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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 一件是一支洗頭水 這個就叫做2001的洗頭水 那這一支洗頭水 為什麼我會覺得它好呢 就是因為它可以幫到我加快伸長 而且令我多了一些BB hair 因為我本身的額頭很高 頭髮很小 很油很薄 我當然是希望用到一些洗頭水 可以幫助我長頭髮 那的確 我用了它之後 的確是多了很多BB hair 那我以前呢 其實這些位置是差不多沒有 我用了三支 或四支 我記得是用了兩支才開始有效的 那這些位置 我現在長了很多BB hair 它真的可以幫助我長多一點頭髮 但大家用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樣 你要搖一搖它才用 記住 它在卓月和Lock on買得到 它的價錢也不便宜 108元 沒有記錯 還是128元 我忘了 它只有320ml 所以它的價錢來說 的確是偏貴的 但是 可以幫助我長頭髮的洗頭水 我覺得是值的 但是 它的缺點 不是它貴的那麼簡單 激淨能力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弱 如果我出過汗 又或者我噴過一些 噴霧 一些頭髮的產品的時候 我就不會 只是用它 我會用一些 激淨力比較高一點的洗頭水 一來鬼 我不想洗這麼多次 二來 它的激淨能力是差一點的 所以 這個 我覺得是它的缺點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是這樣 二送的產品 就是一些我自己好主觀 用完之後的一些感受 一些不好處 又或者一些好處 都是我自己用完之後的一些感覺 大家就要視乎你自己的需要 又或者是你自己想要什麼 去挑選一些適合你自己的產品 千萬不要盲目跟從我介紹給大家的東西 今次的分享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其他顏色呢 我就 哎呀 比較少用一點的 你看到可以裝 這個瓶 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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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的 妝的話 哎呀 有頭髮 對了 有夢妝 不要 快點